歡迎收聽AEA的頻道 今天分享一單來自華爾街日報的消息 華爾街日報的消息就是 Amazon 就是 考慮可能會收購 一間叫MGM的Studio MGM Studio 其實就是 荷里活的一間工作室 就這樣說MGM Studio 你可能未必會聽過這個名字 但如果我 講Jims邦的話 相信大家都會聽過 Jims邦那套系列的 電影和相關的知識產權 就是由MGM Studio 這個集團擁有的 為什麼Amazon會想收購 這個 這個荷里活的Studio 因為 Amazon 旗下 有一個 串流娛樂的公司 它有一個平台 叫做Prime Prime 就是一個 串流娛樂的平台 串流娛樂平台 因為 我想很多人都會聽過Netflix 現在 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很多人都在 家裏 那裏有裝Netflix 每個月 比一個月費 就可以看到 Netflix 他們 裡面的電影 或者電視劇 有一些內容其實是原創的 Netflix自己出錢拍的 除了Netflix 是 Amazon Prime的競爭對手之外 還有一個 大競爭對手 就是Apple Apple旗下 也是有一個串流娛樂的平台 所以 大家可以明白到 這個版塊 或者產業 是競爭得 相當激烈的 他們這幾間公司 大家都在鬥 鬥 就是 去不停收購 一些原創的內容 其實 Amazon 在2017年的時候 已經買了 這個 Lord of the Rings 即是 魔界 那個版權 就是 這個 電視劇集的版權 作價都成2億5千萬美金 但是 今次 想 收購這個MGM 就出手 更誇張 就是有傳 可能金額達到 90億 美金 真誇張 真誇張 不過又這樣說 即是 如果 有一系列的電影 或者電視劇 真的好受歡迎的話 的而且確 那些觀眾 是會翻體再翻體的 你就好似說 就是 周星馳 星爺那些戲 基本上 如果你在香港的話 過年 過年過節的時候 很多時候 都會 不停地 重播 這個周星馳 那些戲 但是 每一次看完 明明知道 那個劇情 是 是這樣的 你也是會笑的 明明知道 他下一句對白 是那個對白 你聽多一次的話 都是會笑出來 可能今次 就是 Amazon 的管理層 因為 很喜歡 詹斯邦 這一套 系列的 電影 吧 那 即是他們 要看好 他這個 studio 所做出來的 電影 特別是 詹斯邦 系列 你才會出 這麼高的價錢 Anyway 那 如果那個 收購 真的 事在必行 那 可能會引申到 一件事 就是 其實現在 Amazon 他們已經是 有 幾個方面 被調查 就是 會不會有一個 壟斷的行為 如果你說 再收購 這個 studio 將腳 伸進去 這個串流 娛樂的 產業 會不會 就是 美國那邊 有關 當局 會覺得 這個 收購 都是一個 壟斷的行為 這個 絕對 有可能 如果是 有人 開始 要 對這件事 進行 一個調查 的話 隨時 未必 被他收購 最終 那 如果不被他收購 會不會 Amazon的 競爭對手 能夠收購 那 因為 你想想 其實蘋果 和 這個 Netflix 那 你 蘋果收購 可能也是 用同一招 就是壟斷 都未必被他收購 那 Netflix Netflix 可能好些 因為他只是搞串流 而已 因為 其中一個 壟斷 那個 行為 其實 有關當局 就是擔心 他們涉獵太多行業 就是 迫鐵 變得越來越大 越來越龐大 他們變得 這個是他們 有關當局所擔心的 又或者 詹斯邦這套系列 會不會 因為 Amazon 搜購不到 然後有另一間公司 突圍而出 冷手 周過熱 戰堆 這件事 都很令人期待 其實 例如說 香港 ViuTV 集團 都有做串流娛樂 在東南亞 其實做得不錯 所以 最終 詹斯邦的 產權 會花落誰手 都是未知之數 有 既然 這個 Studio 願意和Amazon 去 恰談 的時候 其實 是想 賣出來 那 你 詹斯邦 這套 它的 叫做力 都很強 一定有財團 有興趣 所以 Amazon 一買不到 就會被其他公司收購 到時 看看是哪間 會 能夠 買得到 好了 今集內容先分享到這裏 多謝 你的收聽